农历3月23日是妈祖的圣诞千秋 位在大理区的郑坤宫 也是华纳辽妈 香火鼎盛非常灵艳 这天市长卢秀燕也特别前来参拜 祈求地方风调雨顺国胎民安 庙方近年除了摆设燕王之外 更特别规划一顶妈祖丸叫在广场 让信众能够钻教底来祈求平安 现场是相当热闹 台湾市长卢秀燕虔诚的道府酒 替华纳辽妈祝寿 农历3月23日是妈祖圣诞千秋 卢秀燕特别前往人化的郑坤宫参拜 除了是祈求地方风调雨顺 跟郑坤宫的妈祖也有一段小故事 祝祝马祖山诞正空宫特别摆设燕王的点心宴 准备多样糖果饼干五升以及大菜等等 并用大量的浆以及面线代表长寿跟细水长流 要来宴请四方的神将共同来替马祖庆寿 证明说每年都有搬这个宴皇我们叫做点心宴 点心宴里面就是有梆子拼 也有五升大菜 这个就是要宴请四方的心中 来到马祖庆宫来办这个 去用这个诞成祭典子的一份 仍叫他会平安 我小朋友说要祈求马祖庆祝我吃百日 正空公主委也表示 大屯十八庄落尽时后 在国小让小朋友钻教底十分受欢迎 因此这天也特别在广场设置一顶 马祖兰教让信仲来钻教底祈求平安 信仲带着虔纯的心向马祖来祝寿 让马祖庙是乐闹滚滚 接着赖影城专案台中厂报道